第2個鬼故就交給你了 第2個鬼故是年代沒那麼久遠 到了70年代 事情發生在1971年 而這件事的背景發生在一些新界的地方 而新界哪一區呢? 其實發生在大埔區 大埔區如果你今天再去搜尋 其實都會發覺到這條村 而這條村就叫南坑村 東南西北的南坑村 當時正值一個中秋節 事件的一個男女主角 分別是一個七歲的小妹妹 和一個十歲的小弟弟 我們儘管叫她做阿娟 配合她的年代的名字 一個叫阿娟 一個叫阿鳳 一個叫阿娟 一個叫阿輝 阿娟和阿輝正值因為中秋節 他們就很開心 因為你知道1970年代的中秋節 其實小朋友應該是很開心的 因為他們可能是一年內 可能當時物質不太豐富 所以等一年他們才會有甜食物 可能真的會有月餅 或者可能會玩燈籠等等的活動 所以以前的小朋友 對於中秋節、端午節 有得吃粽、看龍舟 他們是很開心的 當時阿娟和阿輝很開心 因為她的父母一人買了一個燈籠給他們 但是燈籠是比較特別的 就是一個白色的燈籠 你可能會覺得白色燈籠 這麼不老禮 可能真的死了的人 才會掛兩個白色燈籠在門前 至於你說是甚麼款式的白色燈籠 我們就很難考究 看看會否有70年代玩過燈籠的聽眾 告訴我們 以前那些燈籠是否應該就這樣指風琴 可能會有 又或者會否因為大家都道聽途說 那麼多年 會否其實白色燈籠是白兔子的燈籠 所以如果真的有70年代玩過燈籠的聽眾 可以告訴我們 其實以前有甚麼白色的燈籠 白色是有點奇怪的 對 其實是有點奇怪的 我們就很開心拿著兩個燈籠 他們在家裡養了一隻小黃狗 那隻小黃狗就跟著他們兩兄妹 一起拿著燈籠 就跳下跳下跳下跳上山玩 問題就來了 如果南坑村的話 一定不會只有他們兩個小朋友 那倒是 以前那些甚麼村 通常這些日子 當然是家家戶戶的小朋友吃完飯都出去 對 但是故事說回來 只有兩個小朋友 就是阿娟和阿輝 和那隻小黃狗 就沒有其他人 OK 阿娟和阿輝就很開心 帶著小黃狗 就通山走 在這裡玩燈籠 跳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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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他們家裡 其實是他爸爸媽媽 其實就看著他們兩兄妹 一直跳上山 還在那裡大喊 喂 你們兩隻野 不要走那麼遠 夜的啦 一會兒遇到山豬 你們就死 那他們就這樣說 那誰知道 說完這個死字之後 就從此 沒有人 再見過 阿輝 沒有人再見過阿娟 阿娟和那隻小黃狗 咦 是的 就經過了這一晚之後 就已經失蹤了 是的 那當然啦 去到半夜 三家 都還沒有回來 其實他爸爸媽媽已經開始害怕了 當然爸爸媽媽 沒有跟他們一起 離遠 都應該吊著 我深信 如果你說70年代 那些爸爸媽媽 可能經常都要耕田 或者做事 那些子女 根本上都是通山走的 可能他們都會下意識 覺得他們都十歲 多少歲 七歲 七歲 其實都應該放膽給他們走 而且他們住在那附近 只是叫他們小心點 你倆的東西 但誰知道 就是這樣白蜜一疏 就是從此 就沒有再見到這兩個小朋友 加上那隻小黃狗 都已經是不見了 那當然去到半夜 其實他爸媽都已經很慌張 還沒完的 還沒完 就召齊了整個村子 就拿著燈籠 真的燈籠 就真的上山裡找 以前的人都很齊心 對 就找阿娟 快你們去哪裡 出來吧 都找不到 直到走到他們家裡 我們叫後山 偏遠一點點的位置 然後恐怖的東西就來了 因為你知道 現在可能你去大埔 或者去沙田 一些比較靠山的地區 其實都會見到一些 我們叫做古舊的墳墓 古舊的墳墓 就跟現在的墳墓 一塊板 一個炸人 不同的 他們就是一個橫抱形 好像一隻手抱著整個墓碑 那你就看到一些山墳 他們就看到山墳的上面 你猜一下看到些什麼 在山墳的石墊上面 那個石墊上面 不是兩個小孩坐在上面 不是 如果是就好 真的找回 那條絲 不是 都不是 隻狗死了 搭了上上面給人 都不是 那個墳頭的照片 是他 很多人都是這樣 我就是在等著你說這個 但這個是像那些 CCTVB的劇情 所以我很不想說 這件事 其實就不是 但都真的恐怖 他們看到的墳 左邊和右邊 就插住了 兩個燈籠 兩個燈籠 然後那兩個燈籠 還是有蠟燭在裡面 燒著 其實他們兩個小朋友 不是失蹤了很久 但想想 其實他們不是 他們是不見了幾個小時 但還在燒 是的 但那幫村民 上去爬山 上去找 其實他們 應該都已經 走了幾個小時 因為山頭這麼大 可能都找了幾個小時 都找不到 但當見到 那個山墳的時候 就見到兩個燈籠 插住了在那裡 還有 理論上說 那個年代 那些燈籠 這樣插蠟燭 其實很容易會燒著 是的 還有可能他們 那些蠟燭 不是好像以前 別人那麼長的蠟燭 可能一枝就很短 很短的 很快會燒完 其實那兩個小朋友 可能在不久之前 經過過這裏 他們這樣判斷 但始終都找不到 好了 那隔了 我想是隔了幾年 隔了幾年 隔了幾年 因為真的失蹤了 無論哪裡都找不到 連報警 警察去通山 地毯式搜查山 都找不到這兩個小朋友 那是沒有人知道 究竟這兩個小朋友 去了哪裡 還有那隻黃狗去了哪裡 也都找不到 他們的屍體 什麼都找不到 好了 隔了幾年之後 有一天 突然間 在南坑村旁邊 有一條叫九龍坑村 他有一個農夫 他打算上山 不知道 可能要冒龍 他上了山 好了 黃昏了 他下山了 黃昏下山的時候 他走走走 踢到一些東西 看 原來有一條乾絲 而那條乾絲 是穿著了一雙拖鞋 你要看到那盆骨裡面 還穿著一個拖鞋 那個農夫 發現了一條乾絲 很離奇 他本來想發現了一條乾絲 要立即報警 對 因為你知道以前沒有生意電話 可能他要回到家 撥那個卵才能打電話 但是他回到家 不是 他回到家 是完全忘記了這件事 是完全忘記了 這樣也行嗎 但是 隔了六個小時後 他突然間 咦 剛才好像看到 山上有條乾絲 他問我是不是應該要報警 然後他就去報警 真的報警 打三條鞋 報警後 他真的帶回那些警察 沿回那條山路上 去那個事發地點 發現屍體的地點 真的找到一條乾絲 真的找到一條乾絲 我以為這條乾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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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件事 你知道以前的村民 就是一個天地線 一個傳一個一個傳一個 慢慢傳到南坑村那邊 南坑村就發現了小孩的乾絲 難道是我的兒子 難道是我的女兒 他們就立即 搬起 踩過去九龍坑村 打算看看 究竟是不是他們的子女 但當時已經是乾了 變了骨 對 變了骨 就算了 版本出來呢 衣服就沒有 只有拖鞋 只有拖鞋 還有一具絲 一具絲 OK 但最恐怖 和吊詭的地方是哪 最後 那個失蹤兄妹的父母 去到看那條乾絲 其實他們是當場哭了出來的 因為他認得那條乾絲 穿那雙拖鞋 是 他女兒穿那雙拖鞋 但是 如果他第一步 他覺得 懷疑發現這個屍體 是誰是誰的子女 其實可能他們 都要去做一些檢驗 當然 以我的認識 七十年代 可能還沒有DNA 那個年代就是牙 可能用牙或者用骨 但你還要是那個年代的小朋友 如果有去牙醫 是的 就是你有看牙醫 有record 是的 這個我就沒有特別去考 我聽回來這個故事 他都是說到這樣 但是他們最後是很確定的 因為可能他們在身體裏面 如果是真的驗不到DNA 可能是用他們身體上的某些特徵 例如說會不會跌斷骨 哪一個位置跌斷骨 會不會看到這樣 那他們最後最後是證實了 穿著那雙拖鞋的那個小朋友 是的 不是她的女兒 OK 但是 OK 為什麼那個小朋友會死在這裡呢 為什麼那個小朋友死在這裡 會穿著他的女兒的雙拖鞋呢 嗯 那他的兒子又去了哪裡呢 那隻小黃狗又去了哪裡呢 那為什麼會插著兩個燈籠在那個墳上呢 那究竟關不關那個墳的主人事呢 嗯 就無從稽效了 嗯 但是就從此 這兩個小朋友就失蹤了在這個世界上 不要把達人都群 classy 穿著 SYM 萬分別 還是